Ao聊世紀天天用心 大家好我是Ao 今天來看維基人對上薩拉聖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出生點位8點鐘方向的維基人 維基人的特色是擁有免費的輪酌技術跟手推測 而且步兵的血量是遊戲一面增加最多的文明 但是他的劍兵勇士是輸給了亞美尼亞的人白洗劍勇 那維基人的後期有這個強弩兵可以用 但是沒有拇指環 攻速稍微差了一些 那後期有維基狂戰士幫 可以增加強弩的1.3派 那他的騎兵路線是非常薄弱的 沒有跟蹤技術也沒有品種 但是如果你真的隨機到那一家維基人 又打阿拉伯的話還是要出個騎兵 你有這個免費的手推測跟輪酬 讓你可以爆出大量騎士 那維基人的打法還是比較主軸在於 攻兵路線跟步兵路線 打法來說還算是比較機動性偏差的 那後期的話還有大衝車跟工程工程師可以做使用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對手Hero這邊是選擇到了薩拉斯人 大約出身點位1.0方向 那薩拉斯人他的市集非常便宜 而且買賣還有5%的折扣優惠 那本身這個文明是超級全能型的文明 不管你是要打步兵、工兵、騎兵 都是三攻三防全滿 騎兵路線更是全滿的 但是他沒有騎士喔 那只有一般騎士 沒有中中騎士 那後期呢 工兵有拇指環 也有槍武 也有馬功 也有安喜人戰術 後期還有大衝車、火炮、火槍 而且聖旅科技也是全滿的 這薩拉斯人的科技是非常全面的 他唯一的最大缺點就是沒有火炮塔 但我覺得這也不能成為他的缺點就是了 因為這個火炮塔的使用性也不是這麼常用到 那他的伊斯蘭醫院呢 可以讓他的生女獲得範圍補寫的效果 配重呢可以讓他投死車跟重型投死機獲 獲得這個增傷效果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阿拉伯的地圖喔 那現在看到Hero這邊的黃金在後方 果汁在下方的位置 我這個地方看起來圍的蠻大的 我只要這樣子圍的話 這邊就要圍的比較大一點 那看起來圍架的部分喔 Hero是比較難受一點的 要圍得非常久 可能前期要打些防守室會比較好一些 那圍金人這邊的地圖看起來是還 蠻尷尬的 主金在前面 果汁在後方還不錯 那還有塊附金在後面 但是是在領地的外方 所以上城堡時代可能才會比較安全一點 那前期的部分呢 可能還是要多靠自己的輪軸 跟手推車的能力喔 多多開農 打出經濟優勢喔 好 那我們先來看到兩邊地圖 這個地圖 Hero兩個金都在前面 這塊金應該是他的救命金 好 好 那現在 薩拉森人喔 打法還是比較偏向於 步兵 這個不是步兵喔 工兵跟騎兵路線 會比較適合這個文明 好 那Hero那邊是沒有打算要脫織布 先點了一個織布技術之後 才升到封建時代 剛剛路推的慢了一點 來不及升到封建 好 把路吃一吃 對方的事後來偵查了 好 這邊看到TC 繞一圈 好 看到TC就繞一圈 好 現在是四個人伐木 然後上面是六個人伐木 十人伐木 這裡 居然還沒有下 補的時間有點晚 因為補了這個伐木場的關係 沒有辦法 立即就下這個 馬舊 升到封建時代 馬舊沒有辦法下 因為這個伐木場的關係 所以現在有點卡到了 肉馬出貫時間 那現在看到 Hero這邊是選擇肉馬開局 但是圍巾人 暫時好像沒有想法 畢沒有打算要出弓兵嗎 還是打個 射箭場 看起來沒有頭緒 應該是射箭場 這裡可能要圍出去喔 直接圍到底 這裡如果要是這樣圍過來 黃金會被騷擾到 很難受 看起來兩方暫時沒有出兵 Hero這邊馬舊升級上去之後 封兵的部分 要補嗎 圍巾 但圍巾這張地圖 說實在的 它是可以直接黑跳成的 看到Hero這邊是打了馬舊 自己就出了槍兵 放出去防守 把家裡圍死 等到Hero這邊是轉出射箭場 再轉射箭場來防守也不遲 那圍巾人決定是 打一個 開農路線 Hero這邊是決定 也是要來直層的樣子 馬舊補完 並沒有補下刺 反而是按了一隻槍兵 開始在專性圍加 兩邊前期打的就是一個開農路線 好 那我們稍微快進一下 因為開農路線的話 都是純農 沒有打鬥 也沒有轉兵的問題 好 那現在這個情況 Hero這邊左邊也要圍死 這個圍死也要圍了一段時間 兩邊槍兵互戳 好 封箭時代點完之後 圍巾人這邊升級出現的問題 忘記補科技建築物 時代上Delay到了一些 好 下一集挖進 反出了攻兵 好 直上雙射箭場 出奴兵的路線 那殺死人這邊擋奴兵 一樣可以用戰毛兵 好 那我兵擋就可以了 或者是自己也出攻兵對射 或是轉攻城七製造所 BK 防守 好 Hero這邊是3TC 然後轉修斗月 好 這時候弩兵升級好了 後面開始挖石頭 補了兵工廠 好 生女第一時間被射掉 前方果然補了一個攻城七製造所 圍巾人突然展開了攻勢 雙TC進攻 但是Hero已經3TC 20片田 後面可能要補個 工程七製造所會比較好 好 補了 要補在中間的位置 先用生女稍微招翔 其實就不是招槍兵而不是工兵 好 這裡裝TC 好 弩炮先來一台 稍微擋一下 好 開始工兵多線騷擾 Hero這邊點下了馬凱 不轉戰毛兵嗎 感覺圍巾經濟很好 現在支援已經開始 食品了 雖然Hero的村民術有61吋 但是免費的手推車實在是很香 那圍巾人怎麼忘記補二級伐木啦 要走這封城七路線 卻沒有點伐木技術 有點尷尬 好 硬生生用自己的村民 去把經濟努力拉開 好 這裡城堡能蓋起來嗎 看一下 牆弄走得進來 火死車 弩炮來了 稍微收村 前方的城市中心 這個應該是守不住 這裡可能要棄手 好 結果弩炮被弩兵給點掉 好 這裡要放棄了 好 投石車過來 別給我 投石車只有兩台 沒有第三台 暫時還解不掉 好 繼續拆 我已經這邊的目標 是拆掉這根城鎮中心 如果能拆掉的話 就會很賺 結果Hero不是棄手 還有一隻聰明在後面修理 好 嘗試用投石車逼退對手 好 這個要把防子低掉 打一發 沒有預判成功 很小心 好 先把這個燒燈給拆掉 好 城堡開始產奴隸兵 誒 就是圍巾這個資源 已經可以升帝王了 圍巾強奴兵 投石車 然後雙TC 轉帝王打法 哇 這個打法已經很少見了 也不是那麼常見的戰術 好 經濟的部分 圍巾雖然有這個 經濟的優勢 好 但是二級伐木沒有點 真的是有點傷到了 那待會這裡要趕快補一下 彈道學 還有農田也要補一些 待會三級色 化學 強奴升級 都也是需要弱的 還有這個圍巾狂戰士幫 所以 圍巾人這邊農田似乎不太夠 要趕快補一些才行 好 王晶英超多人在挖 再強奴沒有辦法做到其他事情 最後Hura是守住了這個城鎮中心 OK 這邊村民稍微拉出來 要往外探索新世界了嗎 好 直接往外開TC 完全無所畏懼 對方的強奴陣 那應該是奴兵陣 Hura這邊是用奴隸兵 要來打奴兵嗎 奴隸兵打奴兵 我有一個奴字 右邊28隻 28隻的奴兵 要從後方進來了 但正面好像同時車 被換掉了一台 一換一 奴隸兵直接往前手撕 升到帝王世代的維京人 這裡要趕快從後面進去 三級色 強奴 但是後方其實沒有東西可以挖了 只剩這個 小胖 好 但是 現在這個情況 奴兵分了兩隊 要小心奴隸兵過來了 現在看一下Hura 11隻奴隸兵 上前 結果看到強奴 選擇撤退 化學還有1分半 Hura現在是城堡時代 打帝王時代 直接上去硬解的話 可能會解到頭破血了 但是Hura還是努力的 用自己的5TC 開弄 好 來看一下這波騷擾 右邊有強奴 左邊奴隸兵 上去包夾 然後是飛刀 丟完 所有的 強奴 哇 強奴真的是 體質上的劣勢 直接被奴隸兵給吃光了 那現在的薩拉聖的奴隸兵 顯然是非常多的 城堡時代就120滴血了 好 那他的駱駝呢 也比以前的血量更多 那薩拉聖後期的努力兵呢 血量可以高達133滴血 後期的駱駝血量還會再提升一些 好 這一坨強奴直接射進來 忘記收村 Hura這邊損失了幾村 忘記有點缺乏 這邊居然還在撈雨 我的天 連香龜都不放過 香龜啊 阿拉伯撈香龜 好 這裡趕快用 飛刀 解掉這坨強奴 沒有想到 奴隸兵 打強奴 傷害還不錯 而且體質 居然能扛住強奴傷害 感覺是因為 奴兵有點被個個擊破的感覺 並沒有全部聚集在一起 強奴都是四處騷擾 讓Hura這邊一直用村民去按 對手很努力的使用軍隊去減少Hura這邊的村民 Hura看起來是要來升帝王Style 黃金開始慢慢拉起來 後面農田越來越多 開始往後補 這裡補了一根城堡 好 正面的部分沒有城堡的關係 對手可以一直從正面到處騷擾 好 又走進來了 這個圍巾進攻域也是非常強大 凡十隻強奴 這邊城堡蓋好 帝王Style補下 現在問題是 帝王Style要不要轉戰毛病呢 好 Hura這邊用奴隸兵去斷後強奴 好 現在強奴感覺怎麼有點射不太動了 哇 奴隸兵攻擊強奴速度非常快 斷後斷得非常漂亮 把這裡的強奴全部斷了一次 強奴數量大幅減少 現在Hura二級射擊不下 但是維京人 喔 這一波蓋得起來嗎 維京人這一波的二十隻強奴 上來是要抓很多隻的村民的 但還好維京人沒有拇指環 要是有拇指環的話這裡會更慘 好 二級射補好了 好 想要補中間 還在繼續追 強奴寧月被射 也要繼續射擊這一坨村民 這坨村民趕快跑 好 現在中間補下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那打奴隸兵最好的辦法 還是出槍兵喔 或者是出奴兵 但是現在維京人已經有奴兵了 那你覺得我靠奴兵 就可以打得贏這個奴隸兵了 反正槍兵也不一定摸得到奴隸兵嘛 好 乾脆不出了 那維京人的槍兵喔 是遊戲裡面血量最多的槍兵文明 雖然他沒有大級兵 但是他擁有這個66滴血的槍兵血量 好 薩拉三人點下了帝王十代 草藥治療也補下了 那我用這個城堡去補下血 OK 用城堡快速使用草藥治療 補齊奴隸兵的血量 好 三級馬凱先提升 現在Hura是且打且退 感覺Hura是在玩啊 我感覺Hura是在練招 然後測試可不可以使用奴隸兵打贏強弩 那對手這樣燒的情況下 真的可以用奴隸兵打得贏嗎 好 但是自己附近的位置很糟糕 兩塊金都在正前方 要是這塊金挖完的話 待會就沒黃金 要繼續用奴隸兵的話 最首要的問題喔 就是要確保黃金來源 那現在兩塊黃金都被敵方控制住的情況下 Hura還有可能繼續用奴隸兵打下去嗎 不然正常來說 對方是在這裡以上喔 三級弓兵鎧甲 三級射 點點喔 用戰毛兵就可以打得回去了 Hura這邊還在繼續按奴隸兵 這個就很不正常 非常不尋常的打法 好 來看一下 奴隸兵往前 背刀開始丟 好 再要分兩隊丟 DPS才不會易傷 好 分兩隊就去丟 上高地 好 這一坨強弩直接奴隸兵 又再度吃掉了 體質優勢 只要強弩量不夠多 就沒有辦法發一隻奴隸兵 他就可以用血量去交換對手 看如果維基人這裡不多線分推的話 騷擾的效果又很差 維基人又 殺三人可能會濃起來 這樣就也很糟糕 所以為什麼維基人 要一直看起來在送兵喔 是因為他要多線喔 那多線的結果 就是每個地方的兵力 反而就不會太多 Hura這邊用巡弱的關係 所以剛剛有點在巡弱 或者是我不太喜歡用巡弱攻擊的關係 用移動攻擊可能會更好一些 好 那現在薩拉斯人 繼續補下奴隸兵 甚至連精銳也點下了 維基人這邊則是點下三級的工兵鎧甲 也沒有打算要轉槍兵的意思 依舊認為 我這個槍奴繼續出 反正你的黃金兩塊我控住 接下來等待你的就只有投降而已 Hura這邊是有火炮的文明 還是要轉一些火炮呢 好 結果上去直接硬點 把巡弊投石機給點掉了 精銳奴隸兵還有 已經升級好了 現在來到了133滴血 精銳奴隸兵 攻擊力14 點傷害 好 Hura這邊點下了投石車 要來升級投車嗎 好 現在維基人開始提升馬卡 要走起兵路線 好 強奴直接點掉兩台投石車 Hura這邊有點虧 這裡升級中頭 中型投石車點了 那黃金只剩下這一塊了 這塊黃金挖完就沒了 這塊金金沒了 現在中間兩塊黃金都被對手給控制住 Hura Hura 可能要把自己玩到沒了嗎 好 維基人補下了青騎兵 鑽造技術 還有二級農田 好 35隻強武 39隻 越來越多 好 巨型投石機要加起來了 好 後方六隻 維基的村民 在這裡不知道想幹嘛 還是要前置馬就在這個邊邊角角 那應該是個不錯的效果 好 紅利兵再次上前 第一時間還是要來拿下巨型投石機 巨頭全拿下 但是也扛了非常多的強弩傷害 這時候中頭升級好了 Hura並沒有要打出弱馬 而是選擇了全奴隸兵的路線 奴隸兵拉過來 解決一下這邊的村民 好 那我現在圍禁了200人口 轉了青騎兵出來 那投石車用青騎兵去解 似乎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好 來了 青騎兵 先把投車解掉 但是奴隸兵也回首了 奴隸兵守在了正面 巨型投石機開始慢慢攻城 好 衛技能補下了鑽瓦技術 提升一下城堡的血量 露馬的目標並不是巨型投石機 也不是中頭 而是野外伐木的村民 好 這邊看到了 奴隸兵這時候趕快拉過來 反鞋的放進去 補下血量 奴隸兵過來 解救一下 右邊又有一個多線 巨型投11工程 投車砸一發沒砸到 點掉了一台中頭 第二台有機會嗎 點掉 好 投車砸了一發沒有預判成功 第三台拿下 第四台有機會 這邊躲掉箭矢 OK 哇 直接拿下了五台中頭 這坨強奴已經不虧了 哇 這個強奴兵還是解掉了非常多的投石車 那衛星人現在最大問題 是沒有點下金冠技術 我已經狂戰四方 要是有點下的話 打投石車的傷害會更痛 更好去做操作 哇 這一波 投石車 哇 砸了非常多的數量 我已經還在繼續出強奴 但是狂戰四方到底要不要點呢 有點一定比較強吧 自己都沒拇指環了 點個傷害不錯 好 先砸掉巨型投石 投車 砸到了大量的攻兵了 剩下大約30隻的 判斧數量 葡萄兵上前 被點到有點頭腹血流 開始把領地拿回來了 上面這塊黃金能夠多回來嗎 來出膝蓋吧 好 殺生人 欸 這本怎麼按了一隻騎士啊 是不是誤按呢 可能要點青騎兵 點到騎士去了 現在都沒黃金的情況下 還點一番騎兵 騎士有點虧啊 好 巨頭直接被反擊回去 巨型投石機互打 沒有拉村過來修理 奴隸兵要上前了 直接收掉 兩台 拿下 好 現在肉馬開始往後 看奴隸兵打這些肉馬 效果非常不錯 有一隻也稍微能打 好 後方奴隸兵 奴隸夾住 上方這裡也補了非常多射電場跟馬舟 危機人全地圖展開軍營 海能祥全開 殺生人 城堡 這裡要被拿下了 這裡農田可能要完蛋了 只有城堡也被收下 巨型投石機 要小心 騎士在這邊防守 肉馬回頭 想要打工程器 打到了一下 預判了一下肉馬 最後收掉了這根城堡 現在Hira有點難受 最後還是轉出了肉馬 開始反擊了 但是大肉馬升級沒有辦法點下 他肉馬還需要600塊黃金 但是黃金已經完全歸零 Hira真的能夠靠 奴隸兵跟肉馬拿下比賽嗎 好 這裡巨型投石機繼續架起來 但微金人沒有存一部肉馬 去撿這個投石車 好 牆弄走了進來 看一下裡面有沒有東西 好 現在Hira的肉馬爆來了 剛剛你一隻肉馬 衝我家 現在換我衝你了 21隻肉馬 開始往前 好 牆弄直接守四城市中心 上方這塊黃金 繼續挖 現在所有的黃金都給對手挖走 Hira還是打了最貴的兵種 努力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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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上下 有這個天然屏障 木須可以守住 好 現在肉馬到處騷擾 圍巾的村民宿 開始有點下降 這坨牆弄走過來 肉馬上去想要包 投石車要上前嗎 好 下方槍弄 終於解掉了肉馬 來了 這一波是個包夾 但是投石車好像慢了一點出發 沒有攔截到 肉馬繼續往前推 海斯基殺到了非常多的強武 雷土 肉馬攻勢打得非常漂亮 這些投石機 終於要把 這個城堡給拿下 危機人 這時候才終於轉出 重裝長槍並且升級 現在 球長科技也還沒有點 防戰四方也沒有點 看起來 危機人士有點尷尬 好 現在奴隸兵上前 好 投石車 要來預判了嗎 完了 強奴全倒 強奴全倒 炸神 這一波用投車 最後還是炸掉了大量的強奴 回進家裡 現在看起來是 開始沒有太多精氣了 黃金只剩下這塊可以挖 看村民宿 還是有一百三十幾村 現在所有的經濟都在野外 所以Hura在抓家裡的話 可能抓的稍微適當一點 努力往外抓 可能會更好 好 這一坨 蓋寶石村民 努力兵終於抓到 Hura這裡 終於可以把自己的 黃金給奪回來 好 這邊靠了買賣 終於升級了大洛馬 大洛馬升級上去 血量終於完整了 甚至自己的洛馬 也能打贏對方的洛馬 好 看這邊有槍兵過來 有點難擋 但還好現在槍兵沒有步兵鎧甲 但是能打 66滴血的槍兵 努力兵最後沒有辦法阻止 維基人蓋好城堡 下方的洛馬繼續多線 現在維基人村民宿下降很快 村民宿只剩86村 結果是上方下方村民全部都被抓 現在維基人家裡的村民也要大難臨頭 現在看一下維基人直接打錯了GG 我們恭喜Hura拿下比賽勝利 最後 Hura是使用了努力兵 扛住了前線 然後 強奴220隻的數量 居然只用大落馬 跟努力兵 跟投石車 這三個東西就擋住了 一隻佔毛兵都沒有電 而且黃金呢 輸對手非常多 居然可以打出這樣沉浸的 相當不容易 Hura的黃金輸給對手 將近快要一倍啊 石頭的部分也快要到一倍了 但食物跟木材 真的是 但是數量是蠻多的 我覺得後期 Hura應該是用基本功 然後加上這個薩斯的買賣流 即使沒有黃金 還是可以用買賣的方式 去換出黃金 然後轉出一些科技跟工程器 慢慢進攻 那維金這邊最大問題 可能是沒有轉出槍兵單位 而且維金黃戰士幫 跟酋長科技 都沒有點的關係 所以他後期 真的是完全扛不住 對方的落馬爆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再見囉 再見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